主持人 各位贵宾 大家好 我是邱毅 一年过去了 又跟大家见面了 在这一年里面 那么当然两岸之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情势也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没有办法亲临现场 跟大家做实体的交流 但是利用这一个视频的方式 跟大家来问好 而这一次的发布会特别的重要 因为它有两个主题 一个就是过去我们都经过的广告的发布会 另外一个呢 也就是卫视中心进行整合的发布会 那既有广告资源的一个推荐 又有海峡卫视与东南卫视之间的强强的联合 那么这两个主题合在一起 那我就真的非得在线上 跟大家做交流不可了 首先呢要跟大家谈谈 这个两岸之间台海情势真的非常的紧张 要问我为什么台海的情势会越来越紧张呢 我把它归纳成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蔡英文连任了 而且她连任的胜选的票数 高达817万票 可以说创下台湾在大选中 得票最高的纪录 而且事前大家都说韩国瑜应该是个坚强的对手 没有想到整个选举的结果一下来 韩国瑜输得很惨 输了265万票 而年代的国民党的选情也挫败了 所以在台湾几乎就进入了所谓的一党独大的局势 而民进党本来就是一个以台独作为神主牌的一个政党 所以当他一党独大以后 他往台独目标迈进的脚步就加快了 也加大了 那第二个造成台海情势紧张的原因呢 是来自了新冠肺炎的疫情 在年初的时候 没有人料到 这个疫情会如此之严重 而且这个疫情对两岸之间的冲击会如此之大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除了像今天 我没有办法清零现场 两岸之间有很多正常的交流 也因此中断了 而它的影响使得两岸之间越来越疏离 很多人都说 那么线上的交流不是可以弥补线下的互动吗 其实不然 线上的交流毕竟隔了一层 而在整个线上交流的过程里面 因为两岸的年轻人之间 彼此在线上的口角 彼此在线上之间的冲突 也使得两岸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而各种的因为疫情而产生的综合症 也由此迸发出来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两岸之间的关系 也造成了负面的冲击 第三个造成台海关系紧张的 第三个关键的因素 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美国的大选 美国大选已经快接近了 最后的倒数计时的尾声 到目前为止 虽然拜登在民调支持度上 以及若干的摇摆州上 他的选情是领先特朗普的 但是选举的事谁都摸不准 四年前希拉里也是在民调上面 领先特朗普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特朗普在摇摆州上面 得到的选举人的票数 那么远胜过希拉里 最后特朗普成为了白宫的主人 而这一次呢 特朗普感受到了危机 连任的危机 所以他打的是战争牌 而他打的战争牌里面 又以台湾牌作为他的主体 他认为用台湾牌 是可以刺激出他连任的选情 对他是有利的 而他在打台湾牌的时候 加上蔡英文本身 又想要走向台都的目标 所以两者之间相互的利用 于是也造成了 两岸之间关系的紧张 谈了造成台海情势 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 三个主要的因素之后呢 我接着就要来进一步谈一谈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 美国在利用台湾 而台湾也在利用美国 也就是蔡英文为主体的 执政的一个台独集团 在利用美国 而美国也在利用蔡英文 这个马前竹 所以使得整个台海的形势 就被搞得越来越混沌 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对立 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正好火中取缔 美国这时候把大量的武器 卖给了台湾 几乎把台湾的财政给掏空了 同时也排挤了台湾许多正常的预算的支出 使台湾的经济产业陷入了一个空前的困境 台湾的失业已经在恶化中 台湾的产业的空洞化也在恶化中 台湾未来的经济的前景是非常令人忧虑的 可是美国仍然在不断地榨干台湾 甚至最近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那么欧布莱恩都提出来了 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所谓的次威 甚至又提到要把台湾建设成豪租 什么叫次威 什么叫豪租 其实就是让台湾成为对大陆进行消耗战的 一个重要的据点 你看这个居心是多么的恶毒 在过去美国把台湾视为 它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不成的航空母舰 现在把台湾视为 它要去消耗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一个马前竹 急先锋 炮灰 旗子 筹马 这色恶毒的居心 那么造成了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 也使得两岸的有视之势越来越担忧 处于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 东南卫视扮演了一个中流砥柱的角色 我跟东南卫视的结缘很早 大概在2004年 也就是在陈水扁319枪击案之后 不久的5月 东南卫视的节目 海峡新干线就开罗了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海峡新干线应该是第一个 专注于两岸议题的一个节目 而它在一个两岸关系 当时因为是陈水扁执政 仍然在紧张的状态之下 那么东南卫视挺了下来 用最快的 最详实的 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信息 很快地传递到大陆去 让大陆的民众 对台湾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我记得在当时 我在揭发陈水扁 以及他的亲信 他的家族 一连串贪污腐败的弊案的时候 那么东南卫视可以说 是我的战友 是我在战壕里面 一起带着钢盔 一起跟台独贪腐势力 进行作战的战友 那么我陪着海峡新干线 一路走过来 一黄眼十六年了 十六年前我还年轻 十六年以后 我已经垂垂牢矣 可是海峡新干线 所扮演的 反独触统的角色 不但没有丝毫的减轻 反而是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我每一年都会出席 这样的一个盛会 而每一年我心里 都在为东南卫视 在祝福 希望东南卫视 能够发挥更大的 反独触统的功能 这一次呢 在卫视中心的 整合发布会里面呢 我听到了好消息 因为东南卫视 跟海峡卫视 要强强联合 我相信东南卫视 与海峡卫视 强强联合之后 它一定能够发挥 一加一大于二的 综合效果 而在这个关键的 时刻里面 它可以发挥一个 更大的功能 我记得在今年 那么蔡英文当局 台独集团 认为说 东南卫视 海峡卫线线的功能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用了一些 罗资的 罗资的一个名义 那么把东南卫视 驻台的两位 优秀的主持人呢 那把他们赶回大陆去了 这个事件非常的遗憾 但是从这个事件里面 也看出了民进党政权 他的压霸 同时也看出来了 东南卫视 面对逆境里面 他装进自强 处变不经的 一个韧力跟精神 我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有很多的 台湾大陆的媒体 都跟我说 东南卫视 大概挺不过去了 可是时至今日 东南卫视 不但挺过来了 而且走得更强壮 走得更灿烂 走得更令人喝采 那这一次东南卫视 在广告发布会之外 能够在这里宣布 跟海峡卫视之间 强强联合 是个非常好 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面 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强强联合之后 可以在整个两岸之间 扮演更重要的 中介的桥梁 让两岸之间 能够早日地达到 统一的目标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